這裡是由泰國職人將Man打造成Gentleman的一個好地方 我們可以自己訂製西裝 但訂製牛腿褲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來自有泰國、日本跟美國 大約有20種布料可以供選擇 它的河香是每天直壽 這個肉要直接蘸這個蝦膏 有沒有 它的肌肉多結實 我可以想像是它的逆牛而上了 Roger Paso 商圈它有8個神 其中一尊就在這邊 就是吉祥天牛Laksami 這邊是它最經典的包款 就是Boy Bobby 23這個包包 或許也會說 為什麼這麼貴 價格很不合理 女生的包包 它的價格是沒有合理跟不合理這件事情的 只有跟他們喜歡跟不喜歡 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熊V泰國 我是黑熊 我現在在Roger Paso 四面佛商圈的RWalk上 大部分有客人對這裡的認識就是四面佛 但對許多泰國人來說 它是回憶 第一間麥當勞 第一間收購百貨 都在這個商圈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間Gason Village 然後它位於BTS汽隆站 6號出口 沿著RWalk直走約3分鐘 左手邊就是四面佛 它的正對面就是這間Gason Village 詳細的位置 交裝方式可以上我們網站去看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很多人把這間Gason Village當作通道 經過這裡 然後去Bixi或其他基點 但是這間Gason Village 有許多店值得你去深度體驗 至於有哪些店呢 我現在帶你去看看 Let's go 這個獨特味道 是Gason他們用心的地方 為什麼叫Gason呢 Gason是他們經營者主婦的名字 他們的標誌G 像是一個沙漏 象徵的是Timeless永恆 橫過來看呢 象徵的是無限Infinity 希望說來到這邊的人們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的 Gason Village它分成兩個部分 我所在位的是Gason Center 然後前面呢是Gason Tower 這邊有米其林異星的泰菜餐廳PEST 有來自倫敦的Lobster & Burger 以及非常有名的紅酒酒吧 Riddle Wine Bar 以及Time Century Spa 在泰國最大的分店 當然還可以拜神喔 然後現在時間將近中午 我們第一站先去吃飯 Let's go 我現在帶Dendamua餐廳 如果說你有來泰國玩 或許會注意到這家 它是一間老字號的餐廳 大概有30年的歷史 而這間Dendamua就是它的旗艦品牌 全泰國只有在這間Gason Village有 通常大家來泰國都會選擇以太宗為主的料理 但椅山菜比較少吃到 原因是因為椅山菜通常會比較多是路邊壇 而這間Dendamua它提供的就是比較高級高端的椅山菜 到底怎麼選? Dendamua它的荷香是每天直壽 每隻蝦的重量至少都是700公克 點蝦料理的話它會把蝦送到你前面讓你去選 那怎麼選呢? 像如果說你選這種比較白 那個蚯比較小隻它是母的 然後它的肉比較多 那如果像蟹腳比較長的 它身體比較小的 它肉比較結實 這隻是公蝦 它的那個蝦膏蝦油就會稍微少一些 然後像這隻呢 也不是公也不是母的 它的蟹腳是處於公跟母之間 它頭特別大 像這種就吃它的蝦油蝦膏 它特別香 這邊我點的菜色是有泰宗跟乙山 泰宗的部分首先就是它的烤大蝦跟炒口辣麵 蝦膏蝦黃非常的濃厚 大家最常點應該是這個洞陽貢 羅旺子醬炸魚 魚一樣是炸過 但是上面附上酸酸甜甜的羅旺子醬 然後接下來介紹兩道比較乙山的料理 這一道呢是它們的招牌菜 叫做Dom Moir 首先Dom的意思就是那個褚操拳的動作 然後這個Moir呢就是 什麼東西都放進去 就是一種大雜燴的概念 然後再來是這一道辣麵 一般我們在外面可能吃到是辣母用豬肉 然後這邊是用鴨肉的方式來呈現 說到乙山菜絕不能忘記的是靠鳥 那一般的靠鳥可能是白色 這裡的靠鳥 它把這個蝶豆啊 摻到這個飯裡面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吃一下 如果你要吃這個Dom Moir 你可以用這邊旁邊的生菜加過來 嗯 這個高麗菜啊吃起來就是水分很多 然後包著這裡面的這個Dom Moir 魚露魚醬的香味 然後豬皮也是一樣 它炸出來不會有過多的油化味 氣泡香又酥脆 你也把海鮮醬啊加一點 加到它那個蝦膏裡面 拉一匙糯米飯沾上去 就直接吃 它那個蝦膏味道非常的新鮮 這糯米呢 會增加你那個很紮實的口感 Suppertabian 這個蝦要怎麼吃 要從它尾巴開始切 因為它是天然的荷蝦 所以它肉很結實 這個肉啊 要直接沾這個蝦膏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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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沾糯米又完全是不一樣的口感 你可以吃到這個荷蝦蝦肉 它的肌肉多結實 我可以想像是它的逆流而上了 目前的Dom Moir餐廳啊 為了慶祝中國新年 它目前到20201月底有一個優惠 大城河蝦 買一送一 這個河蝦呢 它的價格是1280 我就覺得還滿划算 然後在新年期間還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還不趕快來吃 至於今年其他的優惠 請關注我的網站 吃東北菜 烤豬頸肉 然後還有辣北 或者是南斗 這一定要吃了 辣北它是鴨子 Premier 它會有草米啊 檸檬汁 然後再加上一些碎肉 它這裡面放的是鴨碎肉 然後重點是上面還有一些大叔的紅蔥頭 這種東西啊 就很適合配啤酒 對 南斗就介紹到這邊 因為很久要受不了了 我們要準備來開吃 開吃了 好熱 這家泰國東北菜 真心推薦 我們往下一個點 出發 Rotipasel商圈它有八個神 其中一尊就在這邊 就是吉祥天年Laksami 它就是Gason Village四樓 一出來電梯 直走就會看到 它的參拜時間呢 就是每天的早上10點到下午6點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參拜 好 來這邊參拜 其實不用刻意去準備 因為這邊都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這邊有香啊 拿酒汁 消耗錢水洗 當然說你也可以特別準備一些鮮花素果 購物示範 愛國的拿香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大家旅遊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Rotipasel越來越熱鬧了 3年前Gason Village又請來一尊新的聲明 掌管財富與權力 我們現在就來參拜一下 同樣是酒汁香 大家不要拿錯了 Gason Village它有很多有質感的餐廳 很多精緻的店 包含它的伴手禮一樣 都是非常有質感有特色 身為一個Star Art 我也要介紹一下泰國的Star Art 這間Smell Lemon Grass 它是由一個泰國30多歲的年輕人所創立 目前創立大概兩年多 主要賣的是泰國的草本產品 賣的最好就是這個Lemon Grass 香茅所做的芳香包 也可以把它放到車子裡面 包包裡面 任何你想要有香茅香味的地方 再來就是手工肥皂 你可以看它的包裝 也非常獨具巧思 它使用了像是雞蛋盒的可回收的包裝來製作 個人我還滿喜歡 我自己來用的就是它的香茅的按摩油 它的包裝也設計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太太有時候她很勞累 所以她下班的時候 我都用這個按摩油幫她刮沙 這邊還有香茅的防溫液 這也是全天的草本 這邊店的產品價格也都不貴 大概就100泰銖 200泰銖左右 如果說你想要送給朋友 有質感的上面的話 你可以來這間Smell Lemon Grass 來看看來選購 現在我在Gate Zone Village的G樓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一間非常厲害的泰國設計師 精品品牌BOY 這個品牌呢 創立於2006年 是由來自泰國曼谷的Kuong Wana Sinery 以及來自加拿大蒙特羅的Jesse 一同創立的 也是跟我們一樣夫妻創業 這個品牌呢 為什麼叫BOY 原因是因為Kuong Wana Sinery 她探文小名叫做BOY 但是BOY B-O-Y 不能註冊 她的老公就說 那你後面就加個Y吧 就因此就有一個中心的名字BOY 這家BOY是泰國的旗艦店 它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它的包款 絕對非常的齊全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包款可以在這邊找到 然後接下來旁邊的這家店呢 叫做BOY & Sun 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屬於BOY自己的一個 一個複合式咖啡廳 好啦 接下來我就帶大家去裡面看看 順便介紹一下它的包包 我真的覺得泰國設計師真的非常厲害 可以把他們的品牌推向國際 其實這個品牌是紐約創立的 這間店感覺就是真的是一個國際精品的架式 這個小姐 不好意思 這邊呢是它最經典的包款 就是BOY BOPY 23這個包包 還有另外一款就是卡爾24 其實他們在創業當初啊 每6個月啊 可能就會設計12到15種包包 非常的繁複 然後直到205年的時候啊 他們夫妻就試考說怎麼樣 在品牌上做一個重新的轉換 創辦人BOY 他有一款古著的皮帶 他很喜歡上面誇張的翻扣 然後因此想說 如果把這個翻扣戴在身上有多好 他們就會用皮帶翻扣做一個樣本 看來就覺得未來一定會紅 因此這個翻扣包就問世 在此之後呢 成為所謂女性夢寐以求的IT包 拆開一定是IT包 這兩個價值就感覺不太一樣 IT包背起來就是有點宅味 自己的包包價格算是非常的友善的 大概就是8000到20萬的愛主 那它中間的價格落在是3萬在4萬之間 非常的友善 或許你會說 欸 為什麼這麼貴 價格很不合理啊 女生的包包 它的價格是沒有合理跟不合理這件事情 只有他們喜歡跟不喜歡 接下來我就帶我老婆在裡面逛一逛 然後我去喝杯咖啡 那我要這個 感謝你 我現在在BOY旗舰店旁邊的咖啡廳BOY很少 其實這間咖啡廳就是紀念他兒子的出色 我跟各位介紹這邊3個經典的飲料 如果你喜歡喝咖啡 我推薦你喝它的BOY咖啡煙 它的這個咖啡的特色是香濃醇 然後它是使用泰國跟印尼的調和豆 如果你喜歡喝氣泡清爽的感覺 我推薦你點這個SUNSHINE BEACH 它是有碟豆花的蘇打水 它有柳橙汁調配耳水 最推薦的是它的椰子蛋糕 它這個椰子蛋糕呢 上面覆蓋一層椰子醬 上面足以新鮮的椰子絲 現在呢 我們就來開吃了 Bon Appetit 剛才我們將錢花在心愛的人身上 留些錢來投資自己吧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 The Artisan Royal Club 這裡是由泰國之人 將Man打造成Gentleman的一個好地方 這裡面可以讓你做修容理髮 訂製西服 訂製牛仔褲 訂製一雙符合你的鞋子 裡面還有一個神秘的通道 通往成熟男人的世界 一間雪茄威士忌 bar 還有一間藝廊 接下來帶大家去探索裡面的奧秘 Let's go 如何從Man變到Gentleman 你可以來到這家店 由Eddie當你的顧問 他爸爸是裁縫師 經營這個事業已經大概60多年 Eddie自己呢 就是出來開一個品牌叫做Nutch 有各式各樣的胸症可以供選擇 還有袖扣 領帶 手帕 你這邊還可以訂製一套西裝 大家想說訂製西裝會不會很貴 這裡它的價位啊 用布料來分 如果說是泰國自己的布料的話 9900就有一套西裝還有西裝褲 當然如果是義大利的布料 或英國的布料就比較貴 大概就28000 你就可以有一套非常有質感的西裝 訂製的部分呢 很簡單 你來到這邊呢 Eddie或者是店員他會問你說 你是什麼用途 接下來他會打量你的身形 然後看你適合怎麼樣類型呢 接著去挑選布料 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我剛一開始進來我以為是書本 結果不是 打開來其實是布料 這個是泰國的布料 有各式各樣的布料可以選 下面呢 這邊是歐洲進口 義大利進口的布料 選擇你喜歡的布料之後 就會幫你量你的身形 量完之後呢 他就說OK 他還是做打板衣 那如果你是遊客呢 打板衣的時間 他可以盡可能縮短到3、4天 就會完成這個像這樣的粗胚 如果說你還可以再多待一個3、4天 也可以做一套像這樣的成品出來 如果沒有什麼需要大修改的話 就可以取走 所以最快大概就是一週的時間 你真的來不及沒有關係 這家店他可以免費幫你送到中港台 還有馬來西亞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是 客製化的牛仔褲 這家店叫做Silvage Walk 剛才我們可以自己訂製西裝 但訂製牛仔褲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它有5個步驟 第一個你可以選布料 大約有20種布料可以供選擇 來自有泰國、日本跟美國 色調非常的完整 接下來選擇你喜歡的款式 總共有5個樣式可以做選擇 第3個步驟就是選配件 扣子還有Tag可以供選擇 接下來就是選縫線 選完之後呢 你可以在上面繡上你喜歡的字 訂製一條屬於你自己的牛仔褲 最後最後的步驟 在這邊會讓你飾板型、量大小 接下來就會開始進行製作 整個過程大約需要兩週的時間 如果說你是遊客跟你很齊 他可以很盡可能幫你趕勾 但是如果說你沒辦法來這邊拿也沒有關係 他會把你送到你的居住地 那如果說是中港台、馬來西亞 大概就僅需要一週的時間 你就可以擁有一條屬於你自己的牛仔褲 當然說除了牛仔褲 這邊還可以訂製外套 如果說你的衣服上、訂製上有問題呢 你可以跟我們的帥哥顧問 欸先生 他會告訴你怎麼做 做也好 你想要一條很好的牛仔褲 但也沒有時間訂製 這邊它已經有很多現成的高級的 Premium的牛仔褲可以供選擇 接下來跟各位介紹這家店 叫做Mingo Mojito 它是一個鞋的專門店 在這邊你可以訂製皮鞋 最厲害的是你可以訂製你的樂服鞋 還有Sneaker鞋 如果你是訂製樂服鞋 或者是Sneaker的話 你可以透過App 在上面選擇你喜歡的鞋款、顏色 如果是皮鞋的訂製呢 可以選擇 鞋的皮的料件、鞋的絲頭形 你喜歡尖的還是圓的 前面是亮的還是霧面的 以及鞋跟的高低大小 這邊所有訂製鞋 它的製作時間大概是一週 可以寄送到你的居住地 如果說你是像我居住在這邊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很好的服務室 有個修相應的Services 你可以送到這邊 拿它專業的把你保養皮鞋 如果說你真的時間很趕 來不及訂製鞋 這邊有很多很漂亮的鞋款 可以供你選擇 難得來到這裡 黑熊一定要來大改造一下 讓我們來看看結果如何吧 大家覺得如何呢? 底下留言告訴我 看到我身上穿了這些新裝沒有 會不會很羨慕 如果說你這邊還有更多的時間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後面這家 True Fit and Teal 這家來自英國的老牌的男士修容理髮 來給自己一個儀容煥然一新 新年以新的形象 以新的形象來迎接新的一年 2020新春期間 Gasso Village的優惠在這邊 看這邊 看這邊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